好,我们来看一下26.1的练习 第一题求曲线Y等于X平方加2 再点26的切线跟法线 所以我们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找Dy by Dx 会等于2X 那Dy by Dx呢 我们带X等于2的话 它就会得到224 所以切线的话 这个是切线的写率是4 OK,法线的写率就会是多少 OK,这个4的负导数 所以是负4等之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切线的方程 切线的方程我们就有点斜是 Y-6等于4乘以X-2 4X-4 8Y-6,然后移过去右边 我们就有4X-Y -8加6等于2 OK,所以切线是4X-2 大概是这样 法线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点斜是 也是Y-6 只是它是负1四分之1乘上X-2 那一般来讲我会把4乘过去对面 得到4Y-6是24 我会把负乘过来右边的 所以是负X加2 再来把它移过去左边 我们就有X加4Y-26 减24-2 所以减26 所以这个法线呢 是X加4Y-26等于0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第二题 求曲线Y等于2X立方 减3X平方 减12X加8 在X等于0处的切线方程式 首先我们先找 DY-DX等于326X平方 326X然后减12 当我们的X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带回去圆方程式 你就会得到Y是等于8 而且DY-DX呢 也是带X等于0进去 你就会得到-12 这个就是它七星的协议 再用点斜是Y-8 这个是它的点是08 Y-8等于-12乘3X-0 -12X移过去左边 得到12X加Y-8等于0 这个就是你的切线方程 OK 第三题 Y等于3X立方 减4X加7 在点16的法线方程式 微分了之后 我们得到339 X平方减4 然后呢 带1进去 你就会得到9减4 带1进去等于6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点嘛 当然你可以讲说 老师我要确认一下这个点 是不是在线上 没问题 然后呢 斜率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9乘1的平方 就9减4等于5 因为它是法线 所以我们要取负导数 法线的斜率 就会是负5分之1 过后再用点斜是 Y-6等于负5分之1 乘X-1 好像缺了一步嘛 5乘过来 5Y-6530 10等于负X加1 再移过去左边 你就会得到X加5 Y-31 等于0 这个方程式是正确的 OK 很好 第四题 Y等于1-1 在X-1处的切线 我看一下 直接为分吧 直接为分 Dy by dx 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1-X的 1-X的负1四方 负1以下来 负1的平方 我不要做太快了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 1-X的负1四方 负1以下来 1-X的负1四方 减1得到负2四方 在为分里面呢 会有一个负1 会有一个负1 所以这个负负会得正 所以基本上呢 是1-X的平方来的 分子1 我们带 X等于负1的话 OK X等于负1 我先看Y 1-1就是加1 1加1等于2 所以它是等于2分之1 然后呢 Dy by dx呢 也是得到 也是得到2 2取平方 等于4 所以它是4分之1 所以切线方程 用点斜4 我们有Y减2分之1 等于4分之1 乘上X 加1 然后X减负1 4乘过去 4Y减4乘2得到2吧 然后越减得到2 然后得到X加1 移过去右边 我们有X减4Y加3 对吗 1加2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切线方程 X减4Y加3等于0 第五题 求曲线Y等于1减2X平方 在X等于负2处 的切线和法线 两个都要找 我们先为分 得到负4X 带负2进去 负2的平方得到4 42得到8 1减8得到负7 所以这个是Y 这个要注明一下Y Y等于负7 斜率的话呢 是负4 XX四方负2的话 负负得正 4得8 法线斜率是负1% 记得那个负 不要吞掉 这个应该是漏了负的 OK 然后我们用点写是 Y加7等于8乘X加2 8X加18 移过来 8X减Y加9等于0 大家 这是第五题 切线 8X减Y加9等于0 正确 这边好像是漏了负 8乘过来 8Y加7 856 没问题 负乘进去 应该是负X减2 所以应该是X加8Y 加58等于0 发现X加8Y加58 所以你的错 我的对 OK 所以注意了 这个负导数 如果有一个负 整个就错掉了 第六题 曲线X加1X减1X减3 在X轴的交点处 X轴就是Y等于0 它的切线方程 当然在这边 你看Y等于0的话 X等于多少 X等于负1 或者1 或者3 那一共有三个点 一共有三个点 OK 那我们也要找切线学历嘛 那我们就要展开回来了 所以其实在展开的话 X加1乘X减1就得到X平方减1嘛 再乘上X减3 我们就会有X立方 减3X平方 减X加3 OK 我的DYX就会是等于 我的DYX就会是等于3X平方 减326X再减1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有三个值了 当你的X等于负1的时候 负1的平方等于1 这个是3 负1乘负6得到加6 3加6等于9 9减1是等于8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DYX 我的X等于1的话 就会有3减6 等于负3 再减1等于负4 对吧 应该是这样 第三个值 DYX X等于3 339 9327 6 3 18 27减18 等于9 9减1是等于8 两个写率一样 两个写率一样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用点写式 Y 减0 因为这个是 Y等于0 Y是等于0 Y等于0 OK Y等于0 写率8 X 加1 所以是 8 8X 减Y 加8 等于0 这个可以好好跳步一下 OK 就沉进去了之后 Y再直接拉过来减 这是第一个 OK 8X减Y 加8 等于0 再来这个 是Y等于负4 X 加1 我们就会有 4X 加Y 加4 等于0 4X 加Y 加4 诶 真的 4X 加1 这一回不是加1 sorry 这个因为X等于1的关系 所以是X减1 所以是 负X 负4 移过来 正式移过来减4 OK 4X加Y 减4等于0 这个才是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是Y等于 8 乘 X 减3 对吧 所以是 8X 减Y 减3 8 24 等于0 8X 减Y 减24 等于0 OK 三个点 的切线 OK 大概是这样 第七题 Y等于4X 立方 减27 X 加7 与X轴平行 X轴平行 X轴是横的 所以它的这个 DY 把DX是多少 等于0 OK 也就是说 极大值跟极小值吧 那它问说 切线的方程 所以我只需要找它的 极大值跟极小值 它的Y等于多少 就可以了 因为把这横线来的 横线就是Y等于多少 OK 所以这题相对简单 我们来看下 DY by DX 等于多少 43 12X平方 减27 等于0的话 我们有 X平 12X平方 等于27 我们越减3 等于4 越减3 等于9 所以X平方 就会是等于4分之9 所以X 就会等于 2分之3 可以开根套 2分之3 OK 将然你的X等于 正负2分之3 我们的Y等于多少呢 4乘上正负2分之3 的地方 减去27 乘上正负2分之3 加7 这个好像这样子写 好像有点难 OK 我们分开吧 我就会分开吧 OK 我们的X等于2分之3的话 我直接按计算起好了 我觉得按计算起 稍等一些 请按计算起 OK 好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直接来按计算起 4乘上alphaX的立方 减去27alphaX 再加上7 再玩 Calculate X等于3 over2 得到负20 负20 如果X 等于 负2分之3呢 Y又会等于多少呢 Calculate 负3 over2 34 OK 这样我们 那个切线就是这两个呢 Y等于负20 然后Y等于34 然后Y等于34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就算出来的 OK 因为它是跟XO平行 斜率为0 所以Y等于一个常数就可以了 第八题 求曲线Y等于11X减3X平方 上与直线X加Y减2等于0 平行的切线 那我们知道Y这个移动一下 它就会是Y等于负X加2 我要跟这个平行 这个就会得到它的斜率是等于负1 所以我的DYX等于负1的话 移过去等于12 对吗 11加1等于12 6X等于12 X就会是等于2 OK X等于2Y等于多少 我们代表进去这个11乘2 减3乘2的平方 22减22 4 4 3 12 就会等于10 这个点就是 那个点是20 它斜率是2 欸 斜率 sorry 斜率是-1 我们用点斜式 OK Y减10等于负X减2 负X加2 移过去 X加Y减12等于0 第一八题的嘛 X加Y减12等于0 OK 就找出来了 第九题 曲线Y等于LONX LON2X减1 在X等于1处的切线跟发现 OK 所以我们先找 X等于1的时候 我们代进去Y等于多少呢 2乘1等于2 2减1等于1 LON1等于0 所以它是Y等于0的 OK 那至于DY by DX 就会是2X减1在分母 2在分子 因为微分里面得到一个2 所以我们再带X等于1进来 X等于1进来 我们就会有2减1 我们就会有2减1等于1 分子有一个2 所以它写率是2 那发现的写率 发现 写率 就会是 负导数 对不对 2的负导数 是等于负2分之1 所以我们来看下切线的方程应该是Y Y减0就不用写了 2乘X减1 2X减2 移过来 2X减Y减2等于0 这是你的切线方程 2X减Y减2等于0 发现的话呢 也是一样Y等于负2分之1 负2分之1 X减1 2乘过来 2Y 负1乘根据 负X加1 移过去左边 X加2Y减1等于0 发现的方程是 X加2Y减1等于0 正确 OK 第十题 Y等于8X加K 是曲线这个曲线的切线 请问K是多少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写率是 等于8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为分之后 DY by DX 就会得到2X加4 如果2X加4等于8的话 2X就会是等于4 X就会是等于2 OK X等于2 那X等于2Y等于多少呢 2的平方加4乘以2 再减3 224 428 4加8等于12 12再减3 就会等于9 也就是说 它会经过29这个点 这个直线也 因为它是切线 它也必须要经过29 所以我们把29 带进去这个直线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9等于8 乘以2 再加K 826 OK K就会是等于9减16 也就是负7 我们就找到K了 就这样的意思了 可以理解 OK 第11题 第11题 以至曲线Y等于AX加BX平方 在点10的切线斜率为1分之1 请问AB是多少 首先我们带这个点10进去 X等于1 就会得到A加B 等于Y Y就会是0 所以我们第一个有的资料 是 A加B 等于0 再来我们进行微分 DY by DX呢 就会是等于A加2BX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带10进去 1分之1也带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A加2B X带1 等于2分之1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程 你就会发现到 如果我第二个方程 减第一个方程的话 A-A去掉 2B-B 所以就会得到B 2分之1-0 就会得到2分之1 原来我的B是2分之1 那B是2分之1 A就会明显是负2分之1了 OK 负2分之1加2分之1 才会等于0吧 所以我们就找到A跟B了 OK A等于负2分之1 B等于2分之1 收工 就是这样了 OK 第十二题 X加Y加2等于0 它是曲线Y等于AX平方加BX 在X等于1处 的切线方程式 OK 那我们先移动一下 这个Y就会是等于负X-2 所以说明了它的DY by DX 所以说明了它的DY by DX 必须要等于 必须要等于 负1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 它是讲说X等于1嘛 X等于1 负1-2就会是等于Y 就会是等于负3 所以也就是说它一定会经过点负1 点E3 1-3 它会经过点E-3 还有它写率是负1 所以我们带进来这个情形呢 也是一样 我的X带1的话 它就会得到A加B 就会等于负3 我在做DY by DX 就会是等于2AX加B 会等于负1 不是负1 带了X等于1之后 它才会等于负1 所以是2A加B等于负1 这是第一个方程 这个是第二个方程 我们用2-1 你就会得到A4等于2 负1-3就是加3 负1加3应该是2 A等于2的话呢 你就会算到B是等于负5 2移过去 负3-2 负5 所以我们找到A是等于2 B是等于5 就是这样了 第13题 以致曲线Y等于X立方 6X平方加10X-5 上的一个点P 的切线是负2 请问这个P点的坐标 既然他讲说 切线写率是负2 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他的写率负2的时候 Dy by dx 等于3X平方 减6212X 再加10 等于负2的时候 请问他的X点是什么 我们移过来 就会得到3X平方 减12X 加12等于0 除以3除以3除以3 我们有X平方减4X 加4等于0 这个是X-2的完全平方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X就不需要等于2 X等于2Y就等于多少呢 我们再带回进去圆方程式 Y就会是等于2的三次方 减6乘2的平方 加上10乘以2 再减5 2的三次方等于8 22446424 减24 加上20 再减5 减4减5等于减9 8减9等于负1 所以这个点呢 P点呢 应该是2负1 XA2Y等于负1 OK 就找到P点了 第14题 证明这个曲线 Y等于X平方减3 X加1 与曲线这个X 乘Y加3 等于4 在点2负1的切线互相随值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2负1 是不是两个曲线都会相交 感觉上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 224 减326 2减6 224 4减6 等于负2 负2加1 负1 所以这个曲线呢 是有经过这个点 我们再带 X2 Y等于负1 负1加3 等于2 224 好像也是有经过这个点 所以它们的切线不相随值 所以它们的切线不相垂直 我们也不管这样多 这个是 Dy by Dx 要怎样区分 这是 Dy by Dx 你可以讲说 这个是 第一个曲线 这个是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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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C1的切线 就是2X 减3 所以它的Dy by Dx 我们带X等于2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得到224 4减3 就会等于1 然后呢 Curve2的Dy by Dx Curve2就比较复杂 因为它是隐含数 对吧 所以我们先保留 保留前面 为分后面 得到Dy by Dx 加上保留后面 是Y加3 为分前面是1 过后这个4为分 也会 就会得到0 然后呢 这个Dy by Dx呢 就会等于 负 Y加3 除以X 应该是这样 这个负写前面 负写前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带 X等于2 Y等于负1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负1加3 除以2 前面放一个负 3减1等于2 2除以2等于1 所以它的斜率是负1 那因为你的 讲讲呢 Dy by Dx X等于2的时候 C1 反正就是这两个位置的切线 相乘等于负1 所以它就是互相垂直的 OK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已经证明到了 一个斜率是1 另外一个斜率是负1 两个相乘等于负1 然后它们就是互相垂直的 OK 大概是这样 第15题 X平方减XY加Y平方等于7 再点负2负3的切线和法线 两边对X为分 得到2X 这个是减的吗 这个是减的吗 2X减去 XGY by Dx 加Y OK 这个是保留前向 为分后向 加上保留后向 为分前向 然后呢 为分2Y平方的时候 会得到2Y Dy by Dx 这个应该是加的 哦 这边有点对 所以这个是加 这个是减这个是减 然后如果我在这边进行修改的话 应该是2Y减X的 Dy by Dx 然后呢 Y移过去是真的 减2X 所以我们的Dy by Dx 应该是Y减2X 除以2Y减X 当然你可以对调一下 2X减Y等于Y 再除以X减2Y 也是可以的 OK Anyway 然后当你的 当你的 负2负3带进去的话 负2乘2等于负4 加3 然后这个是负2 加6 分子会得到负1 分5会得到4 所以是负4分之1 这是切线 那法线的话呢 法鞋 就会是 4啊 然后过后我们再带点鞋式 对 它要方程 它不是切线 你好像只是找切线 当然它在 你在第一步的时候 其实就做错了 OK 我们再继续 我再继续找了 那我的切线 就会是 Y加3等于 负2 负4分之1 X加2 4乘过来 4Y加4 312 减X减2 所以我们的 X加4Y加14 4等于0就是它切线的 看起来 切线是 X加4Y加14等于0 法线的话呢 Y加3 等于4乘上 X加2 4X加8 4X减Y 加5等于0 这个是法线 OK 4X 4X Y加5 5等于0 OK 所以 左1感觉上 是会做 只是你在微分的时候 要再小心一点 不然的话 就是错到完 第16题 曲线Y平方加Y等于2 3 X 再点0 负1的切线方程式 要找 OK 我们来看一下 微分得到 2Y DY by DX 加上 DY by DX 等于 2 CosX 对吧 所以DY by DX 抽出来之后 它会有 2Y 加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2 CosX 除以 2Y 加1 这个就是你的 DY by DX 如果我的 DY by DX 再带 0 负1 的话 Cos 0 Cos 0会得到1 Y 等于负1的话 就会得到 负2 加1 等于负1 分子是1 所以是负2 对吧 然后得到负2 切线方程式 我们就带了 Y 加1 等于负2 乘 X 加0 移过来 就会得到 2X 加Y 加1 等于0 这就是你的 切线方程 可以哈 五行就走到了 OK 其实你如果 手练的话 那个步骤 其实可以很短 好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 26.1的练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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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